市面上熟成的水果有八成竟然都加了催熟剂 这是中天新闻的独家追踪 这种所谓催熟剂其实是在一般农药店就有在卖 只要涂在水果的表皮三到五天后 水果就会成熟转黄 那么市面上卖的水果为了要管控销量 大多呢在还没有熟成的时候就先采收 除了有机水果几乎都是加工的催熟水果 摊子上又黄又大的香蕉看起来美味可口 老板拿第一阵串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加了药的催熟水果 有人想要看 这种的观看不出 那种的吃的 这种吃的 这种吃的 有的 将要催熟的不止这一餐 换到另一间卖水里的摊子竟然得到这样的答案 多少都有啊 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有了 现在这个餐进的不行了 现在这个东西就很高兴 一连问了三个摊子每个卖水果的都说 催熟药人人都在用 不止菜市场有催熟水果甚至外销到国外 摊饭口中的催熟药到底是什么 到农药行一问 老板马上从柜子拿出来 只要有钱就买得到 这样子给它放在大概两三天就熟 两三天就熟了 老板说只要用了催熟剂 三到五天水果就会成熟转黄 但家要的催熟水果连经验老到的都分不出来 为了控管销量 市面上除了有机水果八成都是家的催熟剂 如果水果摊老板告诉你 他卖的水果都是栽赃 几乎都是不可能 追究了有机房配如高雄报道